产品成本降低 进一步扩大链油利差 台塑化去年的税后进力 较前年增加将近9倍 EPS2.82 展望今年的营运 台塑化认为 目前中国大陆市场经济成长率 预估较为平稳 因此看淡今年的营收成长 保守估计年成长 百分之一